身体四个部位凸起要提高警惕 可能是癌症的信号 身体总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凸起的小疙瘩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没啥事 这四个部位凸起可能预示着癌症的来临 发现一个都要及时去医院检查 第一是腹部的凸起 如果有凸出来的肿块 并且还伴随着疲劳、消瘦、肠胃不适、腐胀、月经异常等问题 那么就需要警惕消化道的肿瘤和暖潮肿瘤的发生 第二是手指凸起 手指的末端异常肿大的时候 要注意是否有肺癌 因为肺部肿瘤的生长会导致动脉血氧的含量不足 而手指的末端缺氧就会出现手指末端肿胀 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储状脂 第三个就是颈部的凸起 颈部的凸起多半和甲状腺癌、鼻咽癌有关 如果凸起在脖子的一侧 直立交为坚硬 又或者是在喉结 并且不断的增大 最好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第四是一窝下凸起的包块 如果用手触摸的时候能感觉到皮下有圆形 或者椭圆形的节节吐起 也要及时检查 乳腺癌、淋巴节转移 或者是恶性淋巴瘤 都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出现上述情况也不要太过恐慌 只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 不要给肿瘤可乘至今 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 要时刻关注我们身体的变化 有余的 也有 一